台灣新秀導演柯文利的短片自由人 入圍了今年金鐘獎十個獎項 包括最佳導演、男主角、男女配角等等 同時也入圍了金馬獎最佳短片 這個劇本改編自二十年前原住民青年 湯英生的真實故事 湯英生當年從部落來到都市工作 因為不堪雇主虐待 竟然犯下了殺人罪 雖然各方援助 但是最後還是被判死刑 柯文利的短片 把死刑犯換成了更生人 他很想探討 如果當年湯英生沒有被處死刑 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他是阿傑 二十年前因誤殺罪入獄福監 刑滿出獄後在一家洗衣店工作 他希望重新開始 你真正討厭 沒有啊 你才做事了 就要卡手要緊 我假设说 二十年前汤医生 如果他还在的话 就是如果他没有被判死刑 他被关了 二十年后 他放在这个社会里面 出来了 放在根深人出来这个社会里面 社会怎么对待他 他有没有机会获得自由 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地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是今年入围金马奖 以及金钟奖迷你聚集 十项奖项的自由人 导演柯文立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作品 二十年前十八岁的 邹足青年汤英生 离家到台北工作 不但身份证被扣留 还被迫超时工作 不看雇主虐待的他 一时愤怒犯下杀人罪 各级请愿拯救汤英生 但依然被判死刑 是全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 我自己也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然后来台北工作 来台北念书 然后我就想到说 其实汤英生也是从阿里山上 下来台北 然后他也是来找一份工作 那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他就有不好的遭遇 跟我自己 我来这边很幸运的 可以认识一些很好的朋友 那个遭遇不一样 其实就命运就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这个 就很想把它拍出来 对不起 我帮你 没关系 入围京中迷你剧集男主角奖的 演员施明帅饰演出狱后 到洗衣店工作的更生人阿杰 他和同时入围男配角的资深 引人菜坝有精彩对手戏 自由人中另一位表现亮眼的是 饶欣欣 饰演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外甥女 导演在选角时 第一眼就向中他 然后在Casting的整个过程当中 他是第一个 然后就表演 桑巴掌那场戏 然后在那一场戏里面 他第一个做 一做完 天气哭了 非常的惊艳 那我就 好像就是他了 柯文丽萍自由人入围金中奖 金马奖 更多次入围世界各地的影展短片单元 在国内入围高雄电影节 台北电影节等等 而柯文丽内心充满感激 入围那么多奖项 那我觉得最感兴的是工作人员 因为工作人员最辛苦 感觉是一起打拼的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是可以一起创作 一起打拼 自由人剧情紧凑 环环相扣 透过更生人与社会之间的拉扯 揭开难以承受的真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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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